什么时候使用垂露术 什么时候使用玄珍术 来看例子 我们来看布 布字当中呢有术画 那当这个术画写完之后 还有别的笔画要写 那么这个术呢就是垂露术 再看中国的中 这个中字的最后一笔是术 当术画写完以后 没有别的笔画写了 这个术就是玄珍术